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欢迎来到在旷野遇见神 我们今天又来到旷野当中讲 今天的天气是多云的 有点阴冷 但是还不错 没有下雨 也没有很大的太阳 那我们今天讲哪里呢? 我们今天还是在讲罗马书 我们从上周讲到第九章 今天要进入第十章 那我们是第四十三次讲罗马书 那我们上次讲什么呢? 上次讲到九章的结尾 九章的结尾在讲什么? 讲说为什么犹太人 本来是称为神的子民的 现在不能被称为神的子民 也就是说他们就不能得救 反而是我们这些本来不是子民的 要被现在被称为神的儿子 这是非常奇妙的事情 那保罗在第九章的时候 就结尾了 他说为什么犹太人不能得救呢? 因为他们不平着信求 原本是写这个Face 那这个合合本的翻译是 不平着信心求 子秦的行为求 那我们讲过 因为在中国人的语言里面 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 信心 这个字的话 又跟那个confidence 是一样的意思 你有没有信心? 有 我有信心 confidence 这个是信心 自信心 那 可是在圣经翻译的时候 信心这个字 你回去查原文的话 还不翻成 不是confidence 而是faith 这两个字在英文或在希腊文里面 都是不一样的意思 不一样的意思 所以 这里的话意思是说 保罗就说 他们这些犹太人 不平着信求 不平着faith faith我们讲过很多次 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当然也是有相信的意思 那第二个意思呢 就是说 祂是怎么样 祂要像 那你看到一个人 你看到神 你看到神以后 神在地上行走 就是耶稣基督在地上行走的时候 你应该怎么样 我们应该相信祂 我们应该相信祂就是神 因为祂能施展那些 神迹奇事 但是最后最重要的是说 祂从死里可以复活 祂自己说了一些事情 当然也有启示 因为祂能够行这些能力 如果说神是不准许的 比如说 祂是有一个人来了 是撒旦的门徒 祂在地上行一些奇怪的事情 但是祂一定会被神所处置 如果这个地上神仍然是掌权的话 神仍然是掌权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千百年来 没有看到撒旦在地上行一些光明正大 意思是说光明正大的行一些神经行事 撒旦会不会有一些能力呢 撒旦有能力 撒旦有能力叫人勾引人去败坏去堕落 在这方面他非常有能力 但是我们有没有看到撒旦在光明正大 去行一些神经行事呢 没有 撒旦有没有表演这个死里复活呢 他也没有 他都不行 那耶稣基督可以 那耶稣基督在犹太人当中留下的声音 留下的话语 我们在看到以后 如果说我们是一个追寻神的民族 犹太人是一个追求神的民族 我们不要说犹太人被离人 犹太人不愿意被离人 在以前的时候或许有 像那个时候有巴黎 他们有一阵子跑去拜巴黎 拜亚斯塔路 那个时候 神就用先知以利大大的折罚了他们 所以他们后来也并没有办那些奇怪的东西 他们后来到了贝鲁赎回来 他们到了贝鲁得释放了以后 他们的心就坚定的跟从耶和华 凡是不跟从耶和华的 以色列人就把他们这些人 从他们民族出去 所以不要说以色列人是背弃的 以色列人没有 但是他们看到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 宣讲神的话语的时候 耶稣基督一开始就讲 天国进了你们要悔改 天国是谁的国 是撒旦的国吗 还是大卫的国呢 天国当然不是这些 天国当然是神的国度 天国heaven 天国进了 你们要悔改 这句话一讲出来 就知道他是代表谁讲的 不可能是代表撒旦讲 不可能是代表其他的权势讲 不可能代表鬼王讲 他所讲这句话 就是表示说 是什么 他是代表神来宣讲神的权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一定要清楚这一点 但是犹太人却怎么样呢 却不信他 不信他也不向他学 然后 这个是为什么 这是为什么 因为他们只相信律法 所以他们相信律法 相信到一个程度 他们觉得说 按照律法上所行的那些 他们就可以得救 按照律法上所行的 他们就可以得救 这是一件什么事情 这些蛮可怕的 到底我们按照律法所行的 我们能不能得救 按照神的启示是可以 但是你们得把律法行全了 犯了律法 其中一条就是犯了诸条 你虽然没有杀人 但是你犯了奸淫 一样是犯律法 对不对 我们不能说 我从来不杀人 我守律法 我守这一条 但是你犯了奸淫 那就是犯了律法 所以犹太人仍然是相信 他们坚持相信 只要他们好好的 有好的行为 有这个遵守律法 按照时间 该献祭的献祭 该怎么样的怎么样 这样就够了 他们就觉得这样就可以得救 但是却罔顾了神的儿子 亲自下来告诉他们说 这样子不行 你们要信我 要信我所讲的话 我所讲的话 你们要遵律 并不是只是行摩西的律法 我们要看到耶稣基督的模样 我们要愿意 我们要悔改 以至后来 我们保罗后面就要讲出真正的 我们得救的原因 为什么本来不信的外邦人 现在反而称为神的儿女 就是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要凭着信求 我们要信耶稣基督 这个就是因信称义的重要的典故的来源 我们说罗马书告诉我们什么是因信称义 哪里开始就在第九章 那么今天我们已经把第九章结束了 我们开始要进入第十章了 我们今天所要念的经文 就从罗马书的第十章开始 从第一节念到十五节 现在就把它打在荧幕上 由我为大家来念 罗马书十章第一节 弟兄们 我心里所愿的 向神所求的 是要以色列人得救 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 但不是按着真知识 因为不知道神的义 想要立自己的义 就不服神的义了 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 此凡信他的都得着了义 摩西写着说 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 就必因此活着 唯有出于信心的义 如此说 你不要心里说 谁要伸到天上去呢 就是要领下基督来 谁要下到阴间去呢 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 他到底怎么说呢 他说 这道离你不远 正在你的口里 在你心里 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 第九节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 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 就必得救 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 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 经上说 凡信他的人 必不至于羞愧 犹太人和希腊人并没有分别 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 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 十三节 因为凡求告主民的就必得救 然而 人未曾信他 怎能求他呢 未曾听见他 怎能信他呢 没有传到的 怎能听见呢 若没有奉差遣 怎能传到呢 如经上所记 报福音传喜信的人 他们的脚踪何等加美 阿们 海路亚 感谢赞美主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看到罗马书第十章的经文 一个是非常的宝贵 一开始我们讲到 前面三节经文就非常宝贵 我们今天 是不是能把这个前三节经文讲完 我看都没有办法 那一开始的话呢 第一节讲 弟兄们 我心里所愿的 是向神所求的 是要以色列人得求 这是保罗所愿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神常常不照我们心里所愿的 来使用 有的时候我们心里想要的是这个 但是神叫我们做另外一件事情 很奇怪 保罗是什么 是以色列人 是法利赛人 他熟知摩西的一切律法 他在看见大马瑟格的立项以后 他最想做的 他首先要做的是什么 神叫他到大树的旷野去 到一个地方去隐居起来 神要不要用他 神要用他 但是呢 是不是马上用他 没有 你要知道 当保罗被神得着的时候 保罗可能已经四十多岁 至少是三十几岁 因为在他那个时候 他是一个属于年轻的法利赛人 年轻又前途大有可为的法利赛人 是属于那种分裂党 很厉害的 精英分子 法利赛人精英分子 年轻又有为的人 可是从那个之后呢 就在这个时候叫他嘎然而止 叫他在旷野当中 你知道花了多少年 叫他在一个乡下的地方 没有去传福音在那边住了十一年 我们知道保罗的这个传福音的阶段 他从大马瑟以后 大概总共他后面的一生 后半生大概最多是三个十一年 大概三十多年 十一年就等于他的三分之一 后面的又花了十一年 好好的传福音 可是在第二个十一年之后结束以后 他就已经被捕在监狱 所以保罗的一生 神用他的一生不过三十年 叫他花了三分之一在这个地方 干什么呢 美心思想 你很懂律法书吗 那现在我新的福音 也在这里 所以保罗在那十一年当中 就日夜的思想真的化 这不是假的 就是要经过这一段 当保罗在这里以后 从那个十一年出来以后 神就大打了中文报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想说 我心里想要做什么 热心我要传福音 但是神却不许 为什么 有各种原因 很多的原因就像我们今天 第二节第三节所讲 因为你要有真的认识 保罗愿意跟犹太人传福音 但是神却不在这方面用它 他说我要你做外邦人的使徒 这跟他心里所愿 是有所相违背 但是我们作为神的仆人的话 我们不能违逆神的愿望 我们自己有所求所想 对 可是当神不要这样用我 那你就不能这样被用 我们很多传道人 很多弟兄 有志要传道 那很好 但是他在有志要传道的时候 他跟神开一个条件 神我愿意奉献 我愿意奉献给你 可是请你在这方面用我 很多传道人受呼召的时候 一开始的时候 甚至想说 因为他喜欢钱 他说 我有这方面才能 我很会投资 我做startup 我做股票 我很厉害 我能不能去做这些东西 赚到了钱 多多的奉献 人家实意奉献我 十分之的奉献给教会 可不可以呢 不 神却不要这样用它 神说我要你出来 我要你出来 甚至辞职 不炒股票 就出来 出来后 神要做其他的工作 神不要让你在炒股票 神不要再让你去做这些 开公司 可以赚钱 这个话有问题吗 一点问题都没有 神是富有千山的 这世上的一切都是他的 你今天你做这些事情 你能赚到 算好几百万美金 上千万上亿美金好了 你能赚到上亿 可是神说 你花这一亿 你能够买这些吗 你能够把这个山啊 宇宙啊 人心都买来吗 不行 你会享用去 钱去买东西 这是魔鬼的想法 魔鬼跟耶稣基督讲说 你若向我下拜 这些都是你 可是这不是神的工作的方法 神要你去做 什么 要保罗做什么呢 就向外邦人传福 但是他在这个时候 他写信给罗马基督徒 你要知道罗马基督徒 很多是外邦信徒 他却大胆的说出来 我心里所愿的 向神所求的 是要以色列得救 他心里所求都是这个 但是神却不让他去做这个工作 你说 是 以色列有些要得救 那个交给彼得约翰去做就好 你去向外邦人传福 就是这样 所以保罗怎么办呢 在这时候 他在这时候选择顺服 但他心里 心里所求所愿 你虽然不能做这份工作 那我就说 神不让我做这份工作 那这个事情就跟我无关了 你们爱怎么做 我怎么搞 你们失败 我在那边偷笑 不是 保罗虽然已经明明的顺服了神 做外邦人的使徒 但他心里所求所愿 原然是以色列人得救 但他有没有求外邦人得救呢 当然也是求外邦人得救 要不然怎么能甘心乐意去做这个事情 只是在感情上来讲 他更偏向以色列人能够得救一些 但是你要注意到 前一章就写出来 他已经知道神的旨意是怎么样 神的旨意是原来不是神的子民的 以后要成为神而已 他所知道 有些事情 所求的不见得都能如愿 但是他就顺服神的旨意 去做神要做的事情 而且也顺服神的旨意 在这方面像这样一样的祷告 好 那我们再看 保罗继续讲 第十章里继续要论述以色列人 他说以色列人怎么样呢 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 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 但不是按着真知识 这就是最大的问题 犹太人最大的问题 他们经历神很多很多 对不对 不要讲说他的祖宗 亚伯拉罕这些事情 就从摩西把他们从法马被招出来以后 他们在埃及维路了四百年 但是出来以后就开始经历神 摩西写了摩西五经 告诉他们 不要讲什么 一路上一边走一边告诉以色列人 耶和华如此说怎样怎样 耶和华怎样怎样 告诉他们一路上 他们在进入迦南地之前 他们经历了多少年呢 他们从埃及走到迦南地 四十天而已 可是四十天以后就不让他们进去 因为他们太不像话了 他们在旷野赚了四十年 这四十年中 有什么可以干的呢 这是旷野 不能耕种 不能种植 很多事都不能做 但他们有神的话语 他们就能研究 虽然他们这一代不能够进入迦南地 但是他们从这一代以后所生的孩子 从小就在神的话语当中长大 从小就听大人父母讲 我们怎么样以前是埃及在做奴隶的啦 后来经过这里 我可以想象的画面 那小小的以色列孩子 坐在那边听爷爷跟爸爸讲说 哇你不知道 然后这个同海 孩子这样分开 然后隔壁的叔叔伯伯伯伯伯伯就对 对啊好可怕 就开始插嘴 大家小孩子听听听 都是这样子 这是多么伟大的事情 然后一件一件的告诉给孩子 孩子就在这种氛围中打大 这些孩子经历了这个神 这些事情 他们应该是对神最了解 最认识的人 是不是 但是到了这个 保罗在写这个罗马书的时候 他却告诉这些罗马人 我可以证明 他们向神有热心 到了这个时代 法利塞的时代的时候 法利塞人对神很有热心 善事却不是按着真知识 所以我们今天讲热心跟知识 这两件事哪一种重要 你说我们去传福音 如果说我们传福音 需不需要热心 需要 你要知道很多人传福音 甚至是把这个家庭都舍下了 本来有收入的 有工作的舍下了 去做传福音的工作 你说他们能 能说他们没有热心吗 当然有热心 但是如果说他的知识不对的话 那就更糟糕 越传 传得越多就害的人越多 真的 你说传神 我们把这个神 耶和华 耶稣这些事都传出来 但是如果你的知识认识不对的话 你传得越热心 你传得越多 你所害的人越多 你怎么说呢 你要知道 各位弟兄姐妹 你们要知道 在基督教里面有几大异端 几大异端 比如说我们 先讲 大概 我今天讲四个例子 我先记得在台湾小时候 因为台湾那个时候 很少见到外国人 我们常常见到的外国人呢 就是 但是有一种情况 我们不会见到外国人 怎么样呢 这两个小伙子 白人 又高又帅 都是金头发蓝眼睛 好漂亮 两个很帅的小伙子 骑两部自行车 就跑到这家 跟这家敲门 我们一打开门一看 哇 这个美国人啊 好漂亮的 这个长得好帅的美国人啊 很多小女孩就被迷住 我不知道 因为我不是姐妹 我是弟兄 所以我们那时候看就看看 但是这确实要必须讲 他们长得很帅 原来一开 最奇怪的是 一开口还跟你讲中文 哇 外国人讲中文 然后我们大家都很好奇 问他这个 问问题就开始谈起来 这个在当时 你想想看 民国的可能 1970年 1980年的时候 对不对 这时候在 外国人在台湾是不常见 不常见 并不常见 然后这些人就又能开口跟你讲中文 那不是很好 我知道很多人 就是为了学 这个英文 跟他们交流 因为在学校学了英文 对不对 没有机会用 然后这个外国人 虽然会讲中文 但我用英文 给他回答几句 各位 大概已经猜到 这些就是摩门教的传教 摩门教的传教师 他们来台湾 很多很多 那时候摩门教 看到当时的传教师都是这样又高又帅的 金法碧眼的小伙子 现在都不一样 现在我们在美国看到的摩门教 我不知道是他们把最漂亮的都选出来 送到台湾或者送到外国去 可是我们在美国如果看到 摩门教的传教师 现在很多矮的胖的 这种丑的一大堆 我不晓得 但是有一点我不得不承认 他们是真正对神有热心 他们传教非常热心 他们传的是什么 耶和华是耶稣 但是他们却传的是摩门教 摩门教呢 你听到最后 你不要觉得摩门教反正也是耶和华耶稣吗 不 不 为什么我说不 因为你刚跟摩门教的朋友 接触的时候 他们也跟你讲耶和华耶稣 讲圣经 到了后来 后来他们就露出来 就跟你讲说 最重要的经书是哪一本呢 是摩门经 啊 这个就走错了 真正信摩门教 他们相信最重要的经书是摩门经 为什么 因为是前面启示的 圣经是前面所启示的 到后来启示最新的 那个是最重要的 啊 从这里就错了 因为我看摩门经的时候 我也看摩门经 要不然怎么跟摩门教的人打交道呢 我读摩门经的经 我就可以看到里面 很多很多的问题 你按照摩门经那种方法去 亲近神墙接近神 那你真的是走错了 因为那个是乱编的东西 是有一个人 约翰史密斯自己乱编的东西 所以绝对 不但不是最重要 而且是罪害人 真的是这样 那另外在美国有一种邪教 耶和华建政 耶和华建政他们也很热心 我曾经遇到一个老伯伯 身上挂了一块木板 黑板一样的东西 上面写了字 末日静 你没有回忆感谢人家 到处讲 一开始我一看 这个是一个基督徒 结果他在一个中国超市门口 常常顶着烈日 那个烈日真的是我觉得说 我都受不了 好大的太阳 他却在品格场到处跟人家讲那些事情 好热心 我觉得这个基督徒怎么这么热心 可是后来我发现他怎么了 因为有人是基督徒 就跟他说我们是基督徒 然后他居然跟他讲说 我们不是一个基督徒 我们是耶和华建政 在我们眼中看起来 你们基督教是邪教 糟糕 所以他虽然很热心 传福音很热心 但是他却是走出了方向 他热心也没有坚持到很久 因为后来他就不来了 我不知道晒了多少天在太阳 好几个礼拜吧 好几个礼拜 每次我们去中国超市买东西的时候 总能看到他 几个月以后就没有了 也不知道在船上哪里去了 他那种传教的方法 跟人家冲突 跟人家说 基督教的邪教 我相信他一定是没有果效 有热心但是没有真知识 第三个我所想讲的是 有一个叫什么 圣灵野火全能风 这个叫也是 他们自己去翻译的圣经 他的圣经经文 跟我们所看的经文 其实是出自一模一样的 他们甚至可能就是从我们的圣经翻过来 但是他一定要把他一些字把他转过来 他说亚述华位 亚述 亚述 亚述华位 就是故意把一些字搞得很拗口很难念 然后自己翻这样的圣经 这些圣经 然后他就强调一些事情 一定要在礼拜六聚会来要守十戒 然后要守十戒 但他又不说要守律法 反正这些人也是 你跟他去辩论 你就知道 是 他们有些人还蛮有根底 是 他们有些人还蛮有 就是有传教人 因为会跑来跟我七晚都是传道人 但是却真是错 在真是错的时候 在很多真理上一变 他们就没有办法 虽然他们信里也是耶稣基督 他们不能算是邪教 但是因为他走错的道路 没有真正知识 就错了 当然另外我们也不能不提 东方闪电这个邪教 东方闪电的信徒也是好有热心的 好有热心 拉你去他们的聚会 但是最后就会发生种种的问题 有的用色诱 有的用金钱 来控制信徒 然后最后呢 他就叫你全身家奉献 把你的财产 把你什么就奉献给他 或者叫你逼你去做这个那个事情 这些都是错误 你能不能说他们没有热心 他们非常有热心 但是他们却没有真知识 在当时 在社会上普遍所接受 罗马书这个时候 保罗那个时代 在当时 社会上普遍所接受的呢 是耶和华 是律法 然后呢 犹太人也特别对这些事有热心 犹太人非常有热心 他知道怎么传 要怎么样去监督人家守律法 要做这个做那个 犹太人是有热心的 法利赛人特别有热心 他去关心全家每一个人的生活 看你们的生活怎么样 有没有做得不好 这些事情 你觉得这个不需要热心吗 这个需要热心 很大的热心 但是他们的热心却用错了 他用热心去逼迫基督徒 保罗以前就是这样 他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 因为法利赛人是 他 他甚至是为法利赛人去出差啊 去出差去逼迫基督徒去抓人啊 你要知道这些事情 非常不容易做的 保罗我们热心 保罗非常热心 但是呢 那个时候 他的热心用错的地方 所以 最重要的 不是热心 而是知识 而是知识 我虽然讲了很多邪教 外教 异端啊 我们讲外教 你看 很多佛教徒 慈祭会 回教徒 这些传的时候 也都是很有热心 但热心真的不能表示他们的对 他们对神没有真的认识 以色列人也是那样 以色列人认错了 认知错误 所以他们看到耶稣基督来说 他们大发热心 要把他定时入驾 这个就是以色列人的热心 这是错误的 但是我们回头看基督教里面 基督教里面 是不是有的时候也是这样的 结果发觉 基督教里面有的时候也是这样的 我知道一个弟兄 年纪已经不小了 以前当过什么老师 所以当老师呢 奇怪 他们退休以后 或什么以后 他们信了基督教里面 他们特别热心要教学 但是呢 他们的认知是错误的 他们认知就是一般那个肤浅 一般肤浅的 你信耶稣基督就得救了这些 然后按照圣经 他们读过一些圣经 然后他们能讲一些 然后就要当老师 再要教主日学 这些都很热心很好 但我们知道主日学老师 不是每一个人都对圣经有非常正确的认识 很多就是像我所平常说讲的一些浅诚的认识 他们知道因信称义 他们常常会把信心搞成跟自信心一样 这些人都出来当主日学老师 但是没办法 为什么呢? 因为教会需要很多的工人 没有办法做好好的筛选 没有办法说 每一个主日学都是牧师亲自去教 没有办法 就算是牧师亲自去教 现在你要知道很多教会 连牧师的看法都不完全正确 因为各种的原因 牧师传道人的看法都不见得正确 不见得完全正确 这个就是今天教会所面临的危机 但是怎么样呢? 没有办法 就是这样 我们今天只知道说 你们要做要真得救 要真正使人得救 最重要的不是热心 而是真知识 可是有了知识 你认识以后 有些人又对这些事情没有热心 人家说要不要传道 我就喜欢看圣经 我就喜欢自我修炼 可是我跟你讲 基督教不是这样子 如果说一个人好像真知识 有这些真正认识以后 但他却不出来传 这说明一件什么事情呢? 他忽略了神的大事 或是说他出来传 我要有条件 我要被尊崇 我才要出来传 我不被尊崇 我就不传 这些 这些都跟神基督的这个使命 大使命是有违背的 这我怎么讲呢? 这种人也是很危险 为什么? 他虽然圣经很熟 很有知识 可是他没有那个心 他的生命还是不对 所以我不知道怎么讲 因为这个我也不要讲太多 因为这种事情 你要知道 今天虽然是这样 但是明天不一定是继续这样 他们今天虽然是有这些问题 有些毛病 不表示说神有一天不会改变他们 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能说 因为还没死嘛 神还有机会改变我们 但是你要知道教会就是一个 一个活活活活生生的生命体 活生生的生命体 因为有很多细胞 有的细胞 有各种 有表皮 有脂肪 有血管 有神经 每一个细胞有不同的用途 我们今天教会就遇到这样 但是我今天再强调一件事情 不是在教会 这个建筑物里面的基督徒 通通都是属于这个基督的身体 基督的身体有 在教会里面 但有一些却不是基督的身体 不是基督身体 有一些基督徒不属于基督身体 这个基督的身体是一个无形的教会 它存在我们的教会当中 你说天主教的人有没有会得救 有没有属于基督身体 我相信有 为理工会的 尽性会的 有没有一些属于这个基督的身体 我相信也有 一边的福音派 灵人派的基督徒 有没有一些人是属于基督身体 我相信都有 但是里面也有很多人不属于基督的身体 我知道这概念很难据 很难跟你们讲清楚 为什么一群人 大家都坐在礼堂里 听到有几个是基督的身体 很多人不是 但是事实上就是这样 神拣选祂的身体 到最后的时候 我们见主面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哪些人在一辈子 主啊主啊奉年明 赶鬼行神迹甚至什么 但是主却不认他们 他们不识基督的身体 他们或者也许以前是基督徒 或者做过主日学 甚至做过传道做过牧师 但是 但到最后 主说你从来没有是我基督的身体 你从来不是我身体的一部分 你从来从根谷就没有被拣选 这些事情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现在不知道 我们只知道 我们当中 有一些是属于基督的身体 不是因为你受了洗 大家都受了洗 很多人受了洗 但是很多人不是 但是我们很多人受了洗 我们是基督的身体 起风了 不知道这个收音效果怎么样 我希望还可以 因为我们这个麦克风上有一个罩子 应该可以消除风声 我现在耳朵也听到呼呼响 都是这个风声 起风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真的 热心很好 热心服侍人很好 神会用这样的人 但他们是不是就真正得救呢 很难说 很难说 你要知道 在历史上 圣经上所记载最热心的人是谁 你绝对不会想象得到 是以利亚、是保罗 是巴黎的先知 我讲的就是在跟以利亚斗法那些巴黎的先知 他们约定的时间 以利亚跟巴黎的先知 民众来看他们 以利亚说 如果巴黎是神 你们就当去都拜巴黎 如果耶和华是神 你们都一张拜耶和华 这没错 对不对 所以他们就分开 然后巴黎就说 约定一个时间 我们把牛肚都杀了 放在祭坛上 有柴火这个 然后 你们巴黎是火神 好 你请巴黎 从天上降下火来 把这个祭坛烧了 这样百姓就相信巴黎 我刚刚讲过 撒旦在地上 你们不办法行公开 光明正大的行神迹呢 不行 这就是最好的证明 这些人祈祷啊 祈祷啊 当时间快到的时候 他们用刀跟石头砍自己 他这个祈祷不是说 时间快到 给你五分钟 不是他几个时辰啊 可能四个小时 他们就祷告 祷告 但是神就不允许 这种事情被行出来 神不允许 所以 撒旦 魔鬼 巴黎 神迹 没有办法再给世上行出来 但这些祷告 他们却非常热心 就用石头刀砍自己 流了血 要这么分离祷告 我们不知道哪一个人 保罗从来不做这种事情 约翰彼得也不会做这种 拿刀砍自己 但台湾有一些人 会这样做 你知道我讲什么 鸡桶 鸡桶 对不对 我不知道怎么讲 鸡桶 鸡桶他们做起法来 也会蹬啊 穿过去 那些看的都不想看 也不要去看那个东西 这个都是 他们再怎么热心 再怎么样 都是假的 不是这样的 热心没有用 热心到一个地步 伊利亚在旁边看了 很好笑 哈哈哈哈 你们的神 或者去上厕所 或者买东西去了 你们祷告大声也把它叫起来 但是时间到了 就没有走 那伊利亚呢 却说 你把我的这个东西 祭坛 用水浇透了 你要知道 这个三年半不下雨 他们那时候主要是 为什么要祷告呢 因为三年半不下雨 要求雨 然后 柴是很干的 牛肚放在 切成块放在柴上面 干柴啊 只要一把火 我们要烤肉的时候 我们生火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 如果柴子湿了 很难起火 对不对 就要很干 很干的才容易起火 你稍微起来一些火以后 然后再 然后之后 你稍微有点湿了 才会冒烟 然后也可以把它烧干 也可以生火 但是如果是全湿的很难 但是伊利亚说 你用水把它浇上 浇透了 水甚至流到沟里去 这很浪费 你知道三年半不下雨 伊利亚居然做这种要求 但是浪费跟不浪费 那个是什么 是相对的 我们现在说 你看满地滤滤 为什么 因为下雨 因为下雨 下雨很多 水都降到山上 水在野外要不要钱 水在野外根本就不要钱 我们这里 现在这个季节 神让雨下下下下 养活树和草 所以其实可以说不要钱 但三年半不下雨 就是水不是这样的 水很贵 比金字还贵 但是伊利亚去要求他们做这个事 民众很不适合 但是照做 为什么呢 伊利亚很清楚知道 过了没多久 这些水一点都不值钱 你这个水已经积了 在哪里 桶子里放了半年一个月了 都已经不新鲜了 马上你看 我这个祈祷完 火烧起来 你们都拜耶和华以后 没多久 神要使这个大雨降下 解除整个迦南地的干旱 他说水就像 所有野外都是降满了雨 这个水一点都不值钱 而且是新鲜的 不像你们这个水 放了这么多久 不知道多久 从河里慢慢积出来 都脏脏的 交在木头上 伊利亚一祷告 天上降下大火 一切都水都给蒸干 然后什么都给烧起来 所以到底是什么 热心重要 还是你觉得真知识重要 也不是说犹太人就没有知识 犹太人比外方人知识重复的很多 他们读这些经书那些 犹太人是念书的 外方人是没有知识的 可是真知识是什么 因为得救是要有真知识 真知识是对神的真知识 我认识很多基督徒是中学毕业 大学毕业大专 如此而已 外头很多不信的呢 博士、硕士 你要知道很多外头的博士 他要信主他很难 他学识很丰富 他就不愿意信主 当然有些博士也信主 但是更多的博士 我相信以博士来讲 更多的博士是不信主 有些在研究机构的人传福音 他们说传福音 像研究机构的人传福音很难 因为他们学识太丰富了 学识太丰富他就很难去信 所以成为一种拦阻 但是他们所有的知识呢 并不是真知识 他们信一套达尔文的进化论 生命怎么来生命学 他们信这些 可是他们不认识真正神是怎么创造宇宙啊 这也是非常可惜 这说知识反而成立一种拦阻 对不对 所以我们最重要的是要真知识 真知识哪里有呢 神的话语哪里有呢 那圣经 神的话语就在圣经里面 神从起初创造天地 起初神创造天地 这就是真知识 你要顺着这个去导论的话 你就会发现真知识 今天很多科学家研究生命 研究宇宙的起源 他们到后来发觉 他们花了半生研究以后 发觉为什么研究的顺序跟圣经里起世的一模一样 所以神一开始就告诉我们真知识 只是祂说的一天造什么一天造什么 工作六天造了全世界 这个不是说真正人的一天 如果你把这个认识放进去以后 你就知道神真正的把真知识已经起世了 人是怎么来的 人的问题在哪里 神通通都起世给我们 从一早开始 从创世纪就开始告诉我们 神告诉我们人的问题 人要得救是需要什么 哪些地方要改进 为什么有摩西的律法出来 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哪里做的不对 要改这个不对 这个不对 以色列人说是是是 笔记记下来 以后照上去行 照上去行 他只行所记的 所记的之后整理出来六百多条 他已经没有办法坚固了 他们都知道这些这些这些 可是这六百多条以外的呢 要行善恩慈的事情 他们反而不做 为什么 因为这些没有定在律法里面 可是我们可以从律法的其他条 我们看出来 神是要我们做这些事情 要行善 要对人有恩慈 是不是 律法已经有没有告诉我们 有 耶稣基督来就告诉我们这些事情 你看你们却按照这些一条条 你想按照遵律法 按照这些行为去求得救 可是你们却没有看出律法的精神 叫我们不要做恶事 叫我们做善事 可是你们却不做 这是重要的事情 有一次耶稣就跟法利赛人这样 事实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 我们要知道 神不是没有启示我们 有告诉我们 但是当我们的眼目 我们的观念错误的时候 我们就想 六百多条 看到了 每天背 然后每天遵行 这样你怎么能得救 这样不能得救 对不对 所以 第三节就讲说 因为不知道神的义 想要立自己的义 就不服神的义 讲到这里我必须讲 真的是这样 这不但是我们是这样 这不但是犹太是这样 很多说基督徒也是这样 我呢 常常有接到一些祷告要求 为谁祷告 最难过 最不想接到的一些祷告 就是说 有些基督徒 他的父母或是亲人 要离世了 要离世了 那我们就怎么办呢 祷告啊 可是我们问一下 总是先问一下 他信主了没有 有的时候答案 他没有信主 没有信主 然后重病 重病 我们当然能够 也向他祷告 也为他祷告 希望神能够恩爱他 希望 但是我们最重要的祷告是 希望他在人生最后的阶段 能够信主 我们当然是这样祷告 可是这样 我们在人生最后阶段 信主的时候 这个是不是就表示说 他就是能够真正得救呢 我们都不敢讲 你是传道人 牧师没有人敢讲 那我们是定自己的人 因为他在最后阶段信主 所以我们相信 或许有这个可能 就像十字架上的强盗那样 神也许愿意接纳他到特别人里面去 但这些都是一个也许是一个假设 我们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这个人在最后的时候 他这个说 中病的时候 他说我愿意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是真正的悔改 还是说 因为他知道人生没有去处了 人生没有去处以后 这时候 如果来一个尼姑和尚跟他讲说 你要叛逆佛法 你这样也可以得救 他可能也会说我愿意 因为他害怕在死后 孤独的一个人进入那无边的黑暗当中 如果有佛来帮助他 那我信佛 如果有耶稣来帮助我 那我信耶稣 如果有莫罕默德来帮助我 我信莫罕默德 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们总是希望说 能够尽量在我们的亲人 在还没有有这个严重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先向他传福音 我们所传的福音 不是说你信不信耶稣基督这么简单 你要知道耶稣基督所代表的是什么 与人为善 是与人为善这么简单 也不止 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 他的爱 神要我们了解神的爱 要我们知道我们能够 天国尽的我们要悔改 现在我们死其尽的我们要怎么样 一样嘛 要悔改嘛 我们对我们这一生所做的事情 是不是我们听了耶稣基督这些 在世上这些传道这些事情以后 我们也伸出一个悔改的心 我们是不是悔改呢 我们不知道 我们花了功夫为这些弟兄的家人 去祷告的时候 我们不知道会受到什么样的果效 我们不知道 但是 有的时候 我们不知道神的意思 所以我们想要立志演义 有的时候我们祷告就是 希望他们能信 能信以后呢 就希望他们能够上天堂 祷告 很多人祷告 你听了祷告就知道 你不能让他进撒地狱 你不能让他上天堂啊 有这样祷告 当然你这种祷告听的时候 那些亲属的 弟兄姐妹的亲属 对不对 那弟兄姐妹他听的时候 他心里是很好受 因为想到得到安慰 我的这个亲人能够上天堂 可是我们都不敢这样祷告 因为当你知道神的意思是什么 你就不能这样祷告 你只能祷告说 希望主能够帮助这个 我们罪人在最后能够悔改 能够信主 能够 你如果愿意的话 能够接他进到乐园里面去 这是我们能够做的祷告 而不是说主啊 你要让他进天堂 你要这样 但是我们人就喜欢立自己的义啊 蛤? 总是要立自己的义啊 犹太人立自己的义是什么 犹太人立自己的义是以行立法 我们基督徒而立自己的义是什么呢 就是要人受洗 然后就够了 就得救了 就进天堂了 这是我们自己为自己所立的义 我们自己所立的义呢 这是基于信心 你要说的话 你要说信心的话 也好像是 但是其实不是 因为我们讲过嘛 信你还是要 还是要像啊 如果你不信 如果你不是真正的像 如果你不是真正的相信 你不是真心的相信 你受个喜 你受个喜就是称义 那是 对不起我跟你讲 受喜就是一个行为 你还是想依靠受喜这个行为就是称义 这也不是神的义 这是我们自己义的义 好了 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讲到这边 我们还是讲到了第三节 那第三节没有讲完 那么 我们下次再讲 天呢 好像没有变蓝 越来越阴沉 结果我们早上开始呢 早上大概七点多来开始录影 现在已经录到八点多了 但是呢 天气没有变得比较好 反而越来越冷 但是我想 待会儿我们还是给大家看一下 尤其这个 这很奇怪啊 四月多了 录影的时候四月多 播出的时候五月多 在这里 本来是应该是一片黄黄的 这个几个月就 开始下雨 天气又变化 我们在家里隔离 神就跟我们呛下 更多的雨 让我们可以洗手 多洗手嘛 感谢主的那边 那么 今天讲到 就到这边为止 但愿我主耶稣的基督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交通与感动 常与众人同在 从今直到永永为远 感谢主 赞美主 荣耀送在那边归于主 我们下周再见 下周再见哦 愿上帝赐福给你们